就只是一个妈妈去接一个小孩子回来的心机 低调表示没有多想什么 就是尽力执行任务 今年初武汉肺炎疫情严峻时 来自花莲阿美族呼吸治疗师张婉儿 自告奋勇搭专机到中国成都 接回血友病同母子回台就医 过程中也为了避免因她的工作 让小孩在学校受到排挤 她全副武装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衣 忍着全身汗水以及不能上厕所 因为做好防护措施才能保护自己跟家人 就怕被别人有排挤的行为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SARS期间的时候 我们的学姐们的小孩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被人家 剥夺她的就学的权利 防疫期间许多医护都是无名英雄 第九届医疗公益奖记 第八届护理杰出奖颁奖典礼上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公开表扬 二十五位医师 医事人员 以及四十五位护理人员 并代表四百零三万市民 感谢他们默默守护大家的健康 不少家属到场分享荣耀与喜悦 因为平时他们在担任医护的家人背后 看着坚守医疗第一线的辛劳 也默默支持 原市新闻喜顾迪弗罗万新北板桥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